考量菲律宾COVID-19疫情缓和 非国自2月开放边境 4月1号后再进一步开放 所有完整接种疫苗的外国旅客 入境后不用再隔离检疫 为观光旅游业注入强新增 菲律宾观光部指出 截至4月25号以前 入境的外籍旅客已突破31.9万人次 复苏迹象显而易见 今年天主将盛州假期 菲律宾各景点涌入大批旅客 长滩岛更是连两天 破2.1万人造访 苏无航空业者表示 现阶段的目标是希望 激发更多人的旅游意愿 目前他们国内航线运量 已100%恢复 国际航线预期最快将于明年 恢复疫情前运量 世界旅游观光协会执行长辛普森 则是在马尼拉登场的全球峰会上表示 2019年飞国观光旅游业产值 占经济总产值比例是全球各国平均数字的难倍 显见观光旅游业对飞国的重要性 观察去年飞国旅游业成长速度排名全球第四 协会也正面预测 菲律宾旅游经济已稳步走上复苏之路 中央社记者陈彦君 马尼拉报道